大家好,这里是慧妈,小树梁 今天我们就用苦瓜跟羊松来给大家分享一道非常好吃的美食 这种作活相信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我们先准备一根洗干净的苦瓜,给它气头气味 然后再给它从中间对半切开 甚至这个时候,屋里面没有人 我们再准备一根勺子,把苦瓜郎给它去掉 苦瓜的营养非常丰富 里面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维生素C维生素V等等营养成分 苦瓜具有清热解毒解暑性化的功效 所以在夏季里,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吃苦瓜 有小部分的朋友都觉得苦瓜特别的苦 而且不敢吃 其实我们只要把苦瓜里面的那层白膜 把它抠干净 这样可以大大的减少苦瓜里面的苦味 然后再给它改刀,吸成厚厚的薄片 先不接好后,直接把它装在一个大一点的碗中 再往里面加入一小把的食盐 一小勺的这个小苏打 然后把苦瓜加入清水给它清洗一下 加入食盐可以有效的细熟一部分的苦味 小苏打的气候容力比较强 它可以细熟苦瓜表面的一些农药残留 用小手给它揉刷一会 然后再用流动的鲜水给它松洗干净 然后装在篮子中控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我们再往盆中加入一小把的黑木耳 然后再来一勺这个白糖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数量的温水 温水50度左右 再用上一漂亮的左手给它搅拌一下 食里面的白糖先不溶解 加入白糖可以让木耳快速的吸水 使木耳快速泡开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粒洗干净的羊松 直接给它切成酥酥的细条 如果你已经看到这里 老家大家用花财的小手给惠妈小鼠梁点个赞 支持一下每天努力分享的手艺人 切好后再用上你漂亮的双手给它抖散 然后装在盆中 再准备三个肥嘟嘟的大蒜 用刀给它拍碎 再给它改刀切成蒜末 再准备几根巧米辣 给它切成小圈圈 当然如果你不喜欢吃辣的也可以不用放 切好后给它装个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个绿白的香松 直接给它切成葱花 切好后跟小米辣晃在一起就可以 再来一勺熟芝麻蒸香 最后再淋入滚烫的肉油 激发出它的香味 接下来我们就简单调个料 一大勺的这个味极鲜 一小勺香素 一勺白糖 数量的食盐 最后再来一丢丢的这个香油蒸香 然后再用勺子深混的给它搅拌均匀 搅拌融化 把里面的调料全部给它搅拌化开 然后放一边待用 这个时候的木偶也已经泡化好了 接下来再用流动的新水给它松洗干净就可以 先把瓜中的水烧开后加入一大勺这个食盐 然后再下入苦瓜给它勺一下水 这个时候不要忘记的再来一勺石油 增加它的碎力感 苦瓜经过勺水也能减少一部分的苦味 记住扫水的时间不宜过长 30秒左右即可饶酥 接下来再把洗干净的木偶也给它倒进来 继续给它扫水 木偶里面含有大量的扫酸 所以扫水的时间可以少一点 扫花水后给它撈出来 直接倒在碗中 这时也可以把苦瓜一起倒进来 最后再把灵魂的酱汁一起也倒入碗中 然后再拿出一双你多年不用的筷子 深混的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一道简单的苦瓜凉拌晒就做好了 真的是太香太美味了 苦瓜洋葱再加上黑木偶芝麻 这样子搭配起来 真的是营养健康又美味 尝试这道菜 对人的身体好事真的是非常的多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方便下市撒找 没有华丽的语言 只有通俗一动的文字 喜欢的朋友多多帮忙点赞转发 这样子就能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受益更多的人 如果你每天不知道吃啥做啥 就给我点个关注吧 点击我的头像进来 更多的美食懂你来发现